81套滿政府新聞中文版 香港出現日本腦炎病例 衛生局呼籲市民注意防蚊 2015年7月9日就香港再確診一例本地日本腦炎病例 衛生局呼籲市民提高警覺、注意防蚊 日本腦炎,有稱月形流行性腦炎 是由日本腦炎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 主要的病媒是三大悔苦蚊、蚊子的咬大病毒的豬脊或著鳥後會感染該病毒 在咬人兒將病毒傳播吸引人類疾病的潛伏期約5至15天 感染日本腦炎病毒的人士大部分是沒有症狀的 小部分會有頭痛、發燒或無菌性腦膜炎等症狀 嚴重者則會出現急性腦炎、精神、神經性後遺症 甚至死亡,致死率為百分二十至三十 過去二十年來,澳門只有2002年6月增確診一名三歲男童感染日本腦炎 衛生局表示,澳門沒有養豬疫 作為傳播媒介的三大悔婦婚在澳門不常見 因此在澳門感染日本腦炎病毒的機會不高 但在多蚊地方居住或活動的市民仍應注意採取下列措施防範穿穿淺色、長袖衫及長褲在戶外時 在身體外露的皮膚及衣蜜桃上含被蚊安成份的有效區蚊 在於房間或有空氣調節設備時,使用蚊漿或防蚊沙網 此外,由於日本腦炎在內地、台灣、中南亞及南亞等地較常見 到這些地方旅行時更應注意相述防蚊 衛生局建議前往這些地方長期就讀或工作的人士應考慮接種日本腦炎疫苗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衛生局傳染病業線電話28-7888